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5月7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银行 聊聊金融行业 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一直在介绍 先是介绍了这个国有大行 他们的经营情况 后面也介绍了股份制银行经营情况 他们的2023年年报 还有2024年第一季报 总之啊,这些国有大行 或者股份制银行 他们要么就是利润增速下滑 要么就是营收增长 就是增收不增利 要么就干脆啊,利润就开始下滑了 总之啊,这些大行 2024年,恐怕这个业绩啊 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业绩变脸,恐怕是难免的事啊 那今天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陈商行和农商行 大家也知道这个农商行 恐怕日子比前面那个国有大行 股份制银行更难 今天网上有篇文章 是澎湃新闻的 他刊登的标题叫什么呢 叫10家A股农商行年报扫描 营收,净利,增速,总体放缓 资产规模增速提升 他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啊,10家A股膳市农商行 2023年年报全部披露 从营收看,2023年 10家A股农商行中 有7家实现正增长 3家出现负增长 从规模净利润看 2023年10家A股农商行 全部实现正增长 从增速看 2023年A股农商行 营收净利润平均增速 较2022年有所放缓 同时,近息差总体呈下降趋势 营收增速总体放缓 长熟银行增速领跑 就是长熟银行 它的增速是最快的 根据万德数据显示啊 他说2023年 有7家A股农商行实现正增长 平均增速1.9% 这里面啊,长熟是增速12% 负增长的是江苏紫金农村善业银行 它是负的1.9% 重庆农村善业银行 江苏专家港农村善业银行 下降6% 当然了,除了这个长熟银行之外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善业银行 青岛农村善业银行等6家A股农商行 去年营收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如2022年相比啊 2023年 10家A股善市农商行 营业收入增速有所放缓 万德数据显示 2023年A股农商行 营业收入平均增速1.9% 较2022年下降2.42个百分点 净利润增速总体放缓 从规模净利润看呢 2023年10家A股善市农商行 净利润均实现正增长 但是比2022年下降5个百分点 从这个资产规模来说啊 两家A股农商行规模高于1万亿 从资产总额看 截至2023年末 仅有两家A股善市农商行 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 为育农商行、护农商行 其资产总额为 14410亿和13922亿元 2023年 施加A股善市农商行 资产规模均实现正增长 其中瑞丰银行 资产总额同比增长23% 增速临跑A股善市农商行 于2022年相比 A股善市农商行 资产规模增速有所提升 万德数据显示 2023年A股善市农商行 资产规模平均增速为 11.67% 较2022年增长1.36个百分点 近西差总体下行 瑞丰银行 西差下降0.48个百分点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10家A股善市农商行 它资产规模增速 将近12% 但是它的营业收入平均增速 只有2%不到 资产规模增速 比2022年快了1.36个百分点 但是利润的增速呢 比2022年要下降了 就下降了2.4个百分点 这里面就有猫腻 资产越做越大 但是越来越不赚钱 这里面有近西差下降的原因 但恐怕还有其他原因 总之记住了 它的盘子越做越大 但是越来越不赚钱 这就不是个好现象 至少说明这里面很多资产 它不是优质资产 这个数据只能告诉我们 就像你买了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不仅卖不掉 租也租不出去 那你说这是个好资产 或者你不卖 当然它的租金一直在降 去年租5千一个月 今天只能租4千 明年租3千 都是说明你这个资产有问题 关于近西差 2023年A股善市农商行 近西差 算数平均值为1.88% 比2022年下降0.23个百分点 10家A股善市农商行 近西差均有所下降 什么概念呢 这农商行 它存款的利息 恐怕比较高 要不然人家不去存钱 它只能高息拦储 贷款跟其他行差不多 甚至比其他行还便宜一点 要不然人家不去它的贷款 所以它这个西差就更小 所以它这西差下降就更快 所以它比2022年下降了0.23个百分点 说5家A股善市农商行 近西差去年降幅超过0.2个百分点 其中苏农银行 张家港行 去年近西差超 较2022年 分别下降0.3个百分点 和0.26个百分点 青农商行 育农商行 去年近西差较2022年 下降0.24个百分点 紫金银行 去年近西差较0.22年 2022年下降0.21个百分点 还有四家农商行 近西差降幅 在0.1个百分点到0.2个百分点 为无锡银行 长熟银行 护农商行 江英银行 不良率总体下降 七家不良率低于1% 从资产质量看 截至2023年末 有七家A股善市农商行 不良贷款率低于1% 其中长熟银行 无锡银行 去年末 不良贷款率低于0.8% 分别为0.75% 0.79% 苏农银行 张家港行 护农商行 瑞丰银行 江英银行 不良贷款低于1% 截至2023年末 护农商行 张家港银行 不良贷款有所上升 根据万德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末 护农商行 张家港银行 不良贷款率 分别是2022年末 上升0.03个百分点 0.05个百分点 于2022年末相比 截至2023年末 A股上升 农商行 整体不良贷款率 有所下降 万德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末 施加A股上升 农商行 不良贷款率 顺失平均值位 1.05% 较2022年末 下降0.06个百分点 这就是 澎湃新闻整理的 在A股上市的 10家农商行 他2023年年报 7家 这个收入是正增长 3家 收入是下降 总资产的增幅 太远大于 收入的增幅 对农商行来说 不是好现象 国有大行 他服务的对象 主要是 央企国企 这个不是绝对的 只是说他们这样的 客户会多 股份制银行 更多的是服务 那些民营企业 那成商行 农商行 实际上它是 地方政府的钱袋子 它为地方政府 那些什么机关单位 事业单位 主要为他们服务 跟地方财政的 密切相关 所以他们的客户 质量恐怕比 股份制银行 还有国有大行 要差得多 在经济低迷 很多企业 中小企业 在撑压 或者是纷纷倒闭 破产 关门 在这种情况下 农商行 它的经营压力更大 大家通过 最近媒体报道也知道 所有给出 高息难处的 很多都是这种 不知名的 撑压行 或者农商行 为什么要高息难处 恰恰说明 他们有问题 所以啊 这个是异常现象 就是资产规模 增速加快 但是营收 尽力增速放缓 摊子越扑越大 收入利润 就越来越小 现在金融机构 银行 都纷纷打响 业绩保卫账 因为2024年 恐怕这个 业绩要打变脸 这个我一直说的 一季度啊 银行利润 就已经开始下滑了 大家可以看一个视频啊 今年一季度呢 国有和商业大行 出现了罕见的利润下滑 银行是中国金融系统的 堡垒跟核心 每年银行首季 都有充信贷的这个习惯 但是今年工商 一季度净利润下降了 2.78% 为一年多来首次下滑 建行净利润下降了 2.17% 为三年半来首次下滑 农行中行利润 分别下降了 1.6%和2.9% 那招行呢 也是下降了1.96% 如何保卫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成为了一大任务 那么放在这一根主线下 大家就很好地理解了一些措施 1.央行为什么要关注 并且通过买卖 来干预国债市场的长期利率 因为很多的银行啊 保险公司啊 它的资产定海神针 就是雇收累 但是长期国债利率下滑的太快 对于这些金融企业来说 投资收益就会缩碎 那三年五大上市嫌弃的总投资收益呢 也出现了同比下滑 百分之十五点二次 那他们承诺给客户的分红 要怎么保证呢 这就是风险 二.为什么存款利率还要继续降 从大家手里借到更低息的资金带出去 银行才能够保住利润 三.金融化债 为什么会逐步过渡到全民参与化债 金融化债的这个过程中啊 金融机构需要帮助消化这些债 那风险增大了 怎么办呢 需要摊出去 转移出去 今年开始允许个人和企业投资者 投各类的金融债券 公司信用债 那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 最后一个 也是为什么一直告诉大家 不要贪中小行 百分之零点几的利差 在这场马拉松赛里面 比的是稳戒靠谱 看完视频 大家恐怕就知道 我为什么两年前就在喊 存公行存公行存公行 中央事情说三遍呢 我是基本每个节目里都要说存公行 那是不是说只有银行的日子不好过呢 银行面临着业绩变连 实际上不是的 整个金融行业都差不多 一融俱融 一损俱损 这个经济观察报 看那篇文章 标题叫 《基金从业者过紧日子》 通过经济观察报的报道和采访 它描述了目前基金从业者 所面临的一个状况 这文章说 曾经多金的行业 开始勒紧裤腰带了 随着金融行业监管 去延 降费 降薪 成为基金行业的新常态 市场行情的低迷 更是让基金从业者们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含义 这就是任正非说的 让含义传遍每个人 看看 他是2022年说的 现在这个含义 已经传到了金融行业 说 惨淡的市场 压在身上的KPI 被压缩的预算 愈发内卷的工作氛围 曾经被议为 遍地是黄金的基金行业 正在退出光环 无论是焦虑 担忧还是无奈 基金从业者们 不得不面对现实 过紧日子 产品卖不动了 4月25日凌晨6点左右 天干微微亮 杨军就出现在深圳火车站 乘坐早的一班高铁 赶往广州 这一天 杨军的行程满满当当 杨军是一家上海 大中型公募渠道销售人员 通常于券商财富管理部门 或者营业部的理财经理打交道 说白了 他就是个公募基金的销售 他去找这些理财广点 财富管理部门 还有券商的 或者银行的 找他们卖自己的产品 让他们通过他们的渠道推销 基金产品 实际上他也就是个渠道销售 虽然公司办公地点在上海 但是每逢基金产品新发 他都会从空中废人的状态 辗转于北上广深等地 经常上午穿着短袖 在气温三二多多的南方见客户 下午就废到了要穿保暖衣的北方 最近 杨军任职的基金公司 发行了一支权益产品 为了完成销售目标 他一直奔忙于南方不同的城市 受二级市场波动的影响 权益类产品不好卖 背在身上的销售KPI 就像压在心头的大石头 常常使他神经紧绷 弱势之下 产品难卖 这意味着销售人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个大家要理解 现在基金产品谁会买呢 2022年 2023年 公募基金帮基民赔了2万亿 关于公募基金 违法犯罪 违法乱纪 报道特别多 灯害基民的利益 而肥了管理公司 甚至肥了个人的口袋腰包 这种事情也常有发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基金产品怎么好卖呢 对基民来说 我有那钱 我还不如自己去玩玩 我给基金还交管理费 结果你把我钱全赔了 连这个弘进老师 是不是都抱怨了 股市跌成这样 基民损失惨重 但是基金经理个个 赚得盆满钵满 说从深圳到广州的高铁 大约2小时 车程 杨军一直坐在电脑前 为接下来的客户交流做准备 这一天 他在广州安排了四场线下路眼 赶回的间歇 还穿插了两场线上交流会 上午跑完 两家券商 他在附近的餐馆 简单解决午餐 一边吃饭 一边电话预约 第二天的路眼行程 下午再赶去另外两家券商营业部 市场不好 杨军的销售工作难度 在推销公司新产品之前 他需要向这些代销机构做出解释 因为之前代销的产品还在亏损 需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 遇到脾气不那么好的理财经理 杨军只能无奈的接受苛责 仿佛对方因为自己亏了不少钱 这个不能怪人家理财经理 你基金的销售啊 是B2B2B啊 人家理财经理是2C啊 那直接面对的就是掏钱的大爷 大妈还呼吸进站的人 他们赔钱了 他不把那理财经理 骂他个狗血喷头啊 所以这个基金的销售经理 面对这个理财经理 稍微还好说一点 理财经理更难了 直接面对枪口啊 杨军越来越发现 产品卖不动了 基金销售渠道 像被淤泥堵塞了一样 很多理财经理 已经不愿意去和客户交流了 更不会主动推销基金产品 之前卖的产品还亏着 他们也不敢去惹客户了 怕挨骂 深思立即的宣讲了半天 在渠道那边没有兴起一点波澜 当天录演结束 杨军的压力更大了 渠道那边卖不动 自己背着销售任务 这种加薪的状态 让他很痛苦 你说理财经理谁还敢跟这些储户啊 大爷大妈去推销这个基金呢 前面推销的基金赔的底调的 恨不得赔30% 50%的 你这个时候理财经理跑去 找那些大爷大妈推销基金产品啊 那不是自找股吃吗 奶糊不开提奶糊啊 自揭三八啊 受A股市场震荡走势影响 近两年多数基金经理 净利润下滑 权益基金占比较高的基金公司 利润降幅更为明显 杨君所任职的基金公司 因连续两年利润幅下降 今年员工的底薪 年终奖 福利可能都面临调整 对基金公司来说啊 他只要把产品卖出去就行了 他们是收管理费的 只有这个基金涨了跌了 跟他没关系 他只要卖出去 他基金规模有了 他有管理费 管理费是大家的工资和奖金 在行业遭遇寒冬 基金公司面临 降本增效的严峻挑战时 杨君和他的同事们 心照不宣的自觉 节省差旅开销 尽可能的将出差的行程排满 一天内见更多的客户 安排更多场路演 尽可能选择当天 最便宜的航班出行 比如赶便宜的早班机 或者晚上九点之后的廉价航班 最晚一班航班 还是红眼航班 那更便宜啊 有的同事从上海到北京出斋 单日晚返 只为节省一碗住宿费 杨君也听到同行调侃 说公司为了省钱 办公室都不供应瓶装水了 正如杨君在销售前线感受的那样 行业正处在一场淋漓的寒冬 降薪成为榜上钉钉的事情 大家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了 在杨君看来 销售基金的压力越来越大 金融行业高薪时代 也已经成为过往 这些基金公司人员呢 担心被优化 就是担心被裁掉啊 说95后李倩 在华南一家基金公司的电商部任职 虽然与杨君一样 同属于基金销售 但李倩大多数时间是待在办公室 负责基金产品的线上营销 李倩所在的电商部 共有7万员工 平时主要对接和运营 麻衣财富 天天基金 腾讯理财通 京东金融等电商平台 李倩会在每天8点30分前 赶到公司打卡 在9点前浏览完产品的业绩和规模数据 紧接着运营电商平台 在讨论区逐一回复用户的留言 遇到产品尽职 急涨急跌的情况 他要耐心的做好客户陪伴 同时他要密切关注电商平台上各种活动 积极沟通更进 寻找更多的流量支持 此外 李倩需要关注当日的市场热点 并撰写一些行情点评或文章 近来直播成为基金公司触达投资者的重要方式 李倩每周会出境一两次根据市场热点来确定直播话题 以及重点营销产品 主要的打法是什么产品业绩好就卖什么 什么板块热就卖什么 对于电商销售 从某种程度来说流量就是销量销量就是业绩 然而在市场低迷的环境下流量也难以带来令人满意的销量 年仅好的时候什么都好随随便便一个首发都能卖大几亿 现在年仅不好了 一场直播几个小时下来往往收效盛微 观看人数和用户增量都出现了明显下滑 所以说这个电商直播效果也不那么明显了 现在一场活动忙下来也没带来几万元申购 李倩说这些变化背后核心因素与市场行情息息相关 过去两年多的大雄市经常买基金的人大部分遭遇亏损 所以用户增量越来越少 上一轮牛市行情催生的全民买基的热潮退去 这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职业 李倩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工作 现在他一边要直面业绩压力 一边要扛住领导的质疑 同时还要应对行业内卷带来的焦虑 当前的市场环境中李倩清楚的认识到加薪已经不可能 他反而有点担心会降薪 公司计划将在五月或六月发放的年终奖 已经多次预告要打折 前段时间李倩所在的部门有一位同事离职 公司一直没有新招 导致多出来的工作量落在了其他同事身上 公司虽然没有裁员 但那份悄然间弥漫的精简人员的气息 让每个人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可能就被优化掉了 警测的工作间隙 李倩时不时生出这样的担忧 你看现在都担心自己被优化 就是被裁掉 部门预算被砍掉 刘文是华北地区一家基金公司的 营销策划总监 主要负责公司领牌推广于营销策略的制定 同时他也时刻关注市场趋势的变化 以便及时调整营销计划 2023年7月 证监会发布实施的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改革工作方案 启动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改革工作 按照管理人、证券公司、销售机构路径 分三个阶段稳步降低公募行业综合费率 行政之下基金管理费用下调 市场持续震荡 以及监管日益严格 给刘文的工作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受到管理费用下调的影响 刘文所在的公司自年初以来多次召开会议 重点讨论重新优化资源和降本增效 公司决定做出一些调整 包括减少在非核心业务上的开支 特别是削紧了品牌宣传方面的预算 刘文负责的部门的年度预算被砍掉 管理费用的下调 直接影响了我们运营资金 可用品牌推广的预算 今年公司年度预算宣传比去年减少大约20% 刘文称 公司更多的将预算放在可量化考核的电商渠道 在降本增效的大分枕下 刘文带领团队增加了对数字营销的投入 减少了昂贵的传统广告支出 他关注到 同行也在缩减营销预算 最直观的一个表现是地铁里的基金广告变少了 去年权益市场波动加大 刘文在第三季度就已经开始调整营销策略 减少了对大型宣传活动的投入 转而利用数字营销和社交媒体增强客户活动 为了降本增效 刘文所在的公司重新评估和精简人员配置 今年该公司已经合并了一些职能重叠的岗位 这意味着现有的员工需要承担更多职责 有不少基金公司采取了精简人员配置 砍预算降薪等措施 尤其那些利润压缩较大的公司 更是过上了紧日子 面对行业的不景气 刘文也会思考 熬过熊市 国内金融业会不会再次迎来一波新的结构性扩张 从而再次回到高薪赛道 最终他得出了不那么乐观的结论 自己给自己答案 就是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那么高光时刻 高薪时刻 实际上两年前任正非就说了 让含义传遍每一个人 现在是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含义 自从恒大爆了以后 我就一直说下一个很惨的含义 实际上就是金融行业 这是必然 这一天会到来 金融行业曾经是金领的 年薪百万 那是比比皆是 这还不说灰色收入 咱们说的都是桌面上的 明面上的 工资 奖金 提成 灰色收入 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以前啊 一个普通的基金经理 年收入都是百万以上 那基金公司的销售呢 实际上根据业绩 一两百万 那是普普通通的 券商的 银行的 都是高薪工作 都是经理 但是这两年是越来越差 第一个啊 大环境不好 大家工资 收入都在降 你这些行业 还拿高薪说不过去 而且这些行业 大家有没有发现 基本上都是国有 国企 所以很多基金公司啊 劝商要求员工 不准对外 偷漏薪水 为什么 太怕 激起民愤 大家都找不到工作 大家工资都在下降 你这个金融机构 工资还是 动不动几百万 谁受得了 所以这第一个啊 这是 所以才会出现什么降费啊 监管部门 要求他们降费 让利于实体经济 别人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你还在这 躺着赚钱 这是大环境 具体的细节 具体的这个业务层面 大家也能感到 无论是基金 还是去券商 他们面临的是 股市不赚钱 他们在狂赔钱 那基金产品 当然卖不出去啊 券商面临的是什么 面临的是 严监管 斩牙带刺 以前那些微费作胆 割韭菜 现在都行不通了 IPO大量减少 大家看看 今年四个月 一共才IPO多少家 券商可是靠这个吃饭呢 没有了IPO的 券商吃什么 所以他们日子过不下去啊 中信 直接就降薪25% 有的降薪40% 还有更多的 银行呢 咱们一直说的 就更惨 把房地产低迷 银行一大块啊 40% 50%的 这块资产都在恶化 大家拼命的 把银行存钱 银行的资产负债 越来越高 但是银行也很难 把这钱贷出去 没人愿意贷款 所以他只好打电话 搞什么消费贷 金银贷 这个还没有说 房地产的坏账 银行业有很多钱啊 七绕八绕的 绕到房地产去了 这些钱都回不来了 所以银行业 冲击非常大 国家也是要求降费 要战力 就如给实体经济 所以你看啊 银行 全商基金 日子是越来越难过 今年年底吧 这些行业都要裁员 谁也躲不过去啊 即便不被裁掉 那降薪是肯定的 所以对金融行业来说啊 2023年冬天刚过 迎来的就是 2024年的冬天 这中间没有春天 也没有夏天 更没有秋天啊 是一个冬天 接一个冬天 所以大家要做好准备啊 好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